嗨大家好 这周要带大家去进行谷歌分析的代码安装 在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谷歌视频是网络赚钱避讳的一个免费软件 有了它我们就掌握了所有网络赚钱的秘密 谷歌分析能够精确的告诉我们网站 着陆页 频道页 精确的流量来源 来访者的行为 跳出率 还能够帮我们跟踪转化率 不管是想要推广服务内容和你的产品 谷歌分析都是我们必要的工具 谷歌分析的可视化漏斗 能够让我们把数据和商业价值联系在一起 赚更多的钱 想要获得所有的数据 第一步那当然是安装代码到我们的网站 到我们的着陆页 如果是你是做YouTube频道 那同样的可以在YouTube频道后台绑定谷歌分析 打开我们的谷歌分析 点击管理 来到了我们的账号 媒体资源和数据试图 上一期已经教会大家如何去创建账号和媒体资源 不知道如何去创建账号和媒体资源的朋友们 可以参看上一节视频 好 我们现在要安装的时候 先要找到我们相应的账号和媒体资源 之前已经讲过每一个媒体资源就是一个网站 数据试图呢一般是网络的 如果你的数据来源是只有一个 那么就是网站那就只有一个数据试图 那有的朋友们他们有APP那就可能再创建一个数据试图 好 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媒体资源 点开跟踪信息 找到跟踪代码点击 好 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全站代码 这一串代码呢是需要安装在我们的网站页面或者是着陆页面 最好是将它安装的越高越好 谷歌分析提示我们最好是将我们的这串代码安装在每个页面的header中 现在要打开wordpress网站后台wordpress作为目前生态体系最完整和使用最多的人群 那么我们以它为例 好 打开wordpress 我们先找到plugin插件这里 在这里我们输入tracking code manager 我们需要一个插件来帮我们轻松的进行安装 找到tracking code manager 这里到这已经安装了 点击install now 然后把它active active以后我们来到了setting这一栏 找到tracking code manager 打开 点击add new tracking code 为我们的tracking code取一个名字 那是谷歌分析 谷歌分析全站代码 这里我们就把谷歌分析里面的这串代码进行control c control v 复制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在position 就是代码安装位置这里选择 before head 还有其他选项after body before body 这个如果大家要去安装google tech manager 那才需要安装两段代码 好 我们这里呢 我们到谷歌分析代码 直接就安装在before head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选择的是standard code tracking 下面哪一个页面需要安装呢 我们要安装到whole website每一个页面上面 并且没有排除的页面 这样我们的谷歌分析的代码 才能够安装到我们网站上的每一个页面 点击save 然后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tracking code已经安装完成了 如果有其他问题 大家可以点击edit修改进去修改 安装完以后我们如何去检测呢 大家可以在chrome的扩展程序那一栏 下载tagassistant这一个扩展程序 我们如何去下载呢 打开谷歌 点击设置 扩展程序 打开扩展程序商店 在这里我们输入tagassistant 我们点击进行安装 进行安装以后打开我们的网页 点开google tech manager 这里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安装了哪一些代码呢 这里看到ua number 这就是我们的谷歌分析 因为这里进行了多次演示 所以出现了两个谷歌分析同样的代码 只要这个谷歌分析的代码变成绿色 那就说明我们已经安装成功了 当然我这里还安装了其他的代码 OK 那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插件去进行快速的检测 这样我们就已经完成了谷歌分析在我们整个网站页面上的安装 安装完代码以后 谷歌分析就能够去帮你全方位的去分析网站流量的来源 来源人口的情况 年龄 收入情况 跳出率 在网站上的行为 有价值的行为 这里呢帮你做可视化的数据漏斗 就像这样 我们能够知道哪些人进入了我们哪一步 然后他的跳出率是多少 进行到我们的其他的有价值的页面 安装完了谷歌分析 再结合我们的Google AdWords 谷歌广告能够更精准的去做广告投放 对谷歌视频广告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在描述栏的下方免费注册 7天掌握谷歌视频广告免费教程 名额有限 今天的视频如果对大家有帮助 记得点赞 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下期会更加的精彩 拜